馬鞍 大家好 歡迎收看《馬迷世界》 又是我世榮 下班前跟大家喝一杯 說真的 除了平時喝威士忌之外 有時我都會在想 為何今天遲了 瞬間看讀贏 其實今天還未完的 我都想了很久 其實整個晚上我一邊吃飯 一邊想 一邊看馬 想 瞬間看讀贏之前 可不可以想到一個馬迷世界 講一下投注策略 或者怎樣訓練馬師 其實他們是怎樣排序的 什麼時候才是鬼上身 怎樣會容易看到 超速剛剛那個賽日 彪志瑞那條Q 你這麼容易就看到 不過是大熱門 那一種就是 他特意等那個賽程 因為之前試過暴泥地 沒有了 然後再暴泥地 其實他之前贏 是草地的 大家記得 他可以跑三班千六 那他一直都不跑 變了避開了香音 可以說是莫萊拉奇 之前都說過了 但有些鬼上身 就比較難看一些 讓路那些 有時就要看下馬的特性 那現在 我們在這裏就講一下 預測性的 還沒跑最好 是不是不用冒跑 那看看我對不對 那好了 還沒說之前 我們可以按這個四星龍珠 還沒訂閱的朋友 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這支18年的嘉倫菲特 都好喝 但又喝完了 不知不覺 這支 經常都給我喝 但我很少在節目裡拿出來 通常跟大家介紹一下其他威士忌 不好意思 打算昨天介紹威士忌環節 不過 唉 真是要去掛著看梅艷芳 就搞成這樣 不要緊 有時錯有錯著 孝子又回報 孝順又回報 大家看我的IG 竟然可以看到最後一天的借票場 想不到可以看到這個女主角 好了 我們先不要講到太遠 講一下這支12碼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按 未必每個人都知道 不要緊 你在貼士 堅仔那裏 看下這個統計資料 你會見到這隻馬 其實就是贏1200的 沙田 出六次有五次都是三甲 反而一千就比較弱 有一次沒有在三甲 但都沒贏過 反而 菊草都幾好成績 跑五次有兩次都是三甲 問題來了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他現在埋了一千米 三班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第八場 都有三班千二給他報的 那你說 咦 是啊 為什麼那個馬房不報的呢 我們又看看 究竟他是什麼馬房 大家如果資深馬迷 當然知道 那張串了崩了 那條線其實是陸幕串了 我不弄了 其實這隻馬 都之前跑千二了 你會見到他一直都報告到千二了 搶口啊 很多理由的 輸當然有理由的 那就不用想太多 問題就是 評分盡味呢 大家都會經常想這個問題 五歲了 那當然 將來可能會再有進步 但這一刻好像不夠跑的 那我想跟大家說呢 就是 那你有時要想一下 練馬師 他同一日如果有賽程可以選 那他就通常會選過去最容易贏的場合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有兩個原因的 要是呢 那個馬房同路程馬撞了 譬如三班千二 有兩隻馬他都想報的 那只能選一隻而已 不是 不是啊 不可以報兩隻 不過你出不了的嘛 報兩隻沒意思的 那些路程都報的啦 那些路程有多馬啊 那些馬房 好啦 那問題來了 那大家都報 他又要選一隻 那又要犧牲一隻 縮程或者增程 那有日日靚那些呢 增程1650的 方仔蛇都會啦 那亦都有些馬房 好像蘇惟賢這隻那樣 一隻隻馬的 其實不是跟馬房的 一隻隻馬的 這隻就選擇縮程來一千的 那你說 會不會兩隻都不是呢 都有機會 不過 通常呢 縮程那隻呢 你要看高一點的 你要看高一點的 那 至於 你怎樣知道他 哪隻搏的機會大一點呢 那當然兩隻搏都好啊 我弄他WINPAY 二穿一 那就搞定了 但是有時候 他想搏第一 未必可以啦 第二就是 他可能的心意都 是 由某一隻才是主力的 像秦志王那樣 出秦要坐三個 三隻招 那你就要想啦 那怎樣想呢 我們去一去廣告先 回來再跟大家說 那你見到 首先 好像查案一樣 你按第八場 三班千賢 大家知不知道呢 蘇偉賢這隻 蘇偉賢這隻不是天火同日 十二碼 那找了賀債搖騎 但是他本來蘇偉賢在第八場 三班千賢 他究竟報了哪一隻呢 我想跟大家說 他其實是報了一隻天龍 當位是時候才知道的 抽回來的嘛 但是你報天龍 這隻馬就由陳嘉 不是落班加十磅 千賢不要打算加十磅 他是落 他是不用建習生 就轉了田泰安 雖然我知道田泰安 比陳嘉熙的騎工好得多了 好得多了 是不是 大家這個不會懷疑的 那抵不抵銷到七王呢 這個第一 這個第一 第二 就是上次隻馬有沒有騎錯 第三 記住了 有沒有騎錯 騎工夠不夠陳嘉熙 第三 就是夠了 那些對手強到如何 比起今次 你衡量了這三個東西 你首先 就是我們 先不要陰謀論 或者去猜渡的練馬師心意 你就這樣排面上 你研究一下 就是你研究一下這隻馬 天龍本身這隻馬 在三班千二 這一場 就這一場 你當是什麼都沒有的 找田泰安來騎 在這些對手上 你夠不夠贏 那 續樣來 續樣來 首先你要知道 就算是繼續用陳嘉熙 他都要背多三磅 因為你知道陳嘉熙是減七磅 那這場他要背一二九 這個蘇惟賢一早知道 當然 他不知道對手報什麼 什麼馬報名的 76分 有機會不是背一三 一二九 都有機會 但是 總之 就是要 換了田泰安 就背多七磅 這個是事實 沒得改變的 大家知道 問題來了 那就是 既然是這樣 究竟 是最近 就是這場 借了陳嘉熙出去 還是有很多其他原因 例如他是不是停賽 大家按回房子 不可以知道 當然你看馬會的網頁都有 你看到 佛停賽 即將停賽有這些 佛停賽有這些 停賽復出有馬雅 你就知道 不關陳嘉熙的事 即是他是故意不找陳嘉熙 故意不找陳嘉熙 你試試看看 究竟是騎錯 還是 想著用田泰安會好一點 這隻馬是否要騎的呢 好了 看著 這件彩衣 白衣 天綠 上次 你先不要理對手強度 看看 在三檔 這裡右上角見到 指著戰隊三檔 陳嘉熙出閘 究竟怎樣走 怎樣拿第四名回來 這個很重要 好了 出閘了 陳嘉熙很積極 紫色眼罩白衣那一匹 很積極 做對他的拆旗子 看一看裡面 即是怎樣 想賣籃 因為怕裡面那隻卡住他 好了 很積極的拆旗 出閘反應快 賣籃 做足了他應該要做的事 當然當位是抽的 他當然不知道 這麼好當位可以放到賣籃 好了 沿途呢 即是馬 沒有搶口沒有成 外面也沒有 灰馬也蓋不上去 有隻放著了 好了 準備入直路的時候 你看看陳嘉熙 不方不亡 沒有搶口沒有成 中間有個洞 這裡可以塞出去 裡面也可以 選擇 慢慢轉移跑線走出來 你可以說他一早可以滑出來 但是這裡已經全程望空 大底上這隻馬也沒有騎坐 陳嘉熙也有勢兩邊下去 搭一下姜誠 再抽 你說 喂 最後 其實這個發揮 大家給多少分 我覺得 陳嘉熙在這一場的表現 其實已經是相當成績 以他的身手 我給90分 即是沒有什麼奇蹟 只是入直路那一下 但是 就算是 最多跑第二 即是映贏裡面 外面那兩隻 你說第二和第四差很遠 沒有一條橋 你投注是 我講勝負距離 其實對頭馬沒有威脅 這個同意大家 另外 就是你先看看賽果 先看看賽果 你先看看 這場 步速略為偏快 所以 就有加州一保命欣賞 正本歡心可以放贏 是他厲害 是他厲害 好了 問題來了 就是 既然沒有騎坐 加多7磅 即是現在什麼都10磅 你覺得會怎樣 當然是會弱了 弱了 那些對手都可以再弱一點 但是這場對手有沒有弱到呢 你看看 加州一保還在 你的對手 上次 正本歡心 明欣賞 明欣賞 是1號 我買了世界的logo 都還在 即是二三名都在 你在沒有騎坐的情況之下 你都贏不到他 加多7磅 我知田太安的騎工是會好一點的 那你又要看看 這兩隻馬母退化 明欣賞 六歲 另外加州一保 四歲 進步可能比你更快 那你天綠都是六歲 我當你保持到 都不會大進步 也不是大件馬母 熱身好一點 最慘的是什麼 私欄 一直都是內蕩好一點 你上次私家三 你已經賺了一條欄 今次你是虧了一條欄 加多7磅再虧了一條欄 你換田太安 是沒有point 所以 檔位要抽的 我明白 但是 你面對相同的對手 你是沒有優勢 就算你用回陳佳 因為這個檔位 你都很大機會跑不贏這兩隻 好了 問題來了 那既然不行 即是 這隻馬 換田太安 其實 都沒有mint 即是 我認為他不行的機會大 可能想嘗試拿他的奇功 看看能否幫到他 但是我認為 這隻馬 陳佳希已經發揮到 堪稱接近完美了 在他自己身上 即是 你不可以拿莫雷拉 和潘頓那些 喂 沒有車輪邊 大哥那個潘頓來的 你拿潘頓和陳佳希給 公平嗎 即是 所以大家知道 不可以這樣比的 你要apple to apple 給陳佳希平時的表現 我覺得他稱職 好了 所以我經常說 騎師騎錯 有時發揮不好 賠率反映了 不要怪責 騎師 他都盡了力 你猜陳當然是不想贏 他已經騎得很好 是不是 好了 是隻馬不厲害 有時 或者對手太強 報速不對 等等很多因素 有時不可以一距而論 好了 我們又跳回第六場 然後你說 為何蘇惠賢明知 那隻機會都不大 為何又再 將這隻十二碼 明明看賽職 天綠和十二碼 應該十二碼好些 好了 接下來 就要想一下 為何蘇惠賢 會覺得這隻馬跑一千 好些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繼續 讓我喝了一杯威士忌 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麥味香濃的威士忌 大禮 好了 現在在說為什麼 上一場 輸了 當然是放斷了 紅色字 即是快捕束 馬還要搶口 所以就沒有力 搶口加快捕束 當然是輸得遠一點 范哥兒 合衆共仔跟前 人家沒有搶口 你說鮑渡江城 不要換何榮媛 試一下 但是 都是 有少少搶口 開始搶口 在中間的時候 這次五檔 何宅妖會騎到搶口 我不知道 不過 你看看 這次 搶了口 但是 名次 輸得更加遠 派十一名 問題是 何時開始斷 他有一隻放頭馬 這個千二 兩場都是放頭 再之前都放頭 贏了 那是不是評分飽和了呢 我們現在看看 看著十二馬 這隻 紅心煙的衣服 只有一粒紅色 紅色就是白色 看看 三檔 咦 又是三檔 我們看看 究竟出閘 何銘 何銘 開閘 先打一等 慢慢把這隻馬 向前 可能是 開初期 開頭慢一點 接著 比一點點又比多了 開始有少少搶口 你看到他倒閉著 馬自己急著走 然後最慘的是 裡面那隻又頂住了他 變成了 賣不到籃 好了 臨轉對面彎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走直路 賣不賣籃 沒有什麼關係 最重要是什麼 轉彎的時候賣到 現在叫做貼到籃 好了 當然這場都是放快了 問題是 放快了 不要緊的 什麼時候斷才是問題 是不是入直路就斷了 當然不會 十二馬 剛剛前一場才贏完 是不是 好了 看清楚這隻馬 這裏已經開始比了 即是怎麼樣 這隻馬開始力藥 還有270米左右 他依然是放頭 那排馬 這裏看下 地線是200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排馬 都是平排的 都是平排的 即是什麼 其實十二馬在這個位 他放快了 加搶口 有點緊張 身上很多汗 都還沒有力藥 只不過不夠其他馬快 那之後當然要輸越遠 你都預期到 那個鏡頭就是 裏裏外外都一直衝上來 好了 那現在 你回答我 即是馬快步速搶口 就跑1200 縮落1000 你覺得會怎樣 那就是不搶口 因為周圍的對手都快了 那會不會去到終點前斷呢 我回答你不會 因為跑1000 他都未跑到1200 他可能去到1000之後 即是過終點後 他開始斷 不要緊 到了終點 你這樣想 就可以了 其實你這樣想 練馬師 或者都是這樣想 當然 隨著狀態慢慢回落 這隻馬是 但是他捱了1000 他有機會捱到回來 前提是什麼 你不要那麼多馬燒 否則他又緊張 我明白 天火同仁上次 和人和鏡拍攝很厲害 他必然是大熱門 潘潤還要背四磅 但是你要想一下 就是 戴了面箍會不會不對呢 為什麼好好的 輸個臂要戴面箍呢 我不明白 就是我覺得 你繼續用 原裝配備 其實你再跑 沒有了人和家兄 就是你保重的 還有一個隱憂就是 你上次這些小小小馬 你用太多力了 你跟著這隻人和家兄 是辛苦的 因為他都放得快的 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用多力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你夠不夠回 四歲當然是可以好一點的 儘管看看行不行 預期這隻肯定是大熱門來的 問題就是 十二馬 會不會有這個機會去偷計 就是因為拿一個千二的路程縮下來 以前有很多成功例子 其中一隻就是我擺第三 不是真的第三選 就是這樣解釋給大家聽 多多的家庭就是 千二米來地 你見他輸四分三十馬位 你會說 這麼熟口臉 就是十二馬那些 輸完四分三馬位 跟著縮下一次 你看看 贏得多輕鬆 不過 他就不夠快放頭的 十二馬都可以不夠快的 不要緊的 沒有人說一定要放頭的 不過 他就是可以這樣 靠著縮程 連接 將那些分子再渣壓 當然用完這兩場 當然沒有 再跑 現在就經常接近了 其實他的狀態在那時候 都開始回落 這招 就不是只有所謂言識 而且 描禮得多巧勇 根本應該說很多練馬師都會這樣 大家回想一下 我之前貼過中華威威 你都知道是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講到這裡 大家都要睡了 明天還有第二集的 晚米早晨 講第二集的賽事 逐隻分食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右手 哪顆死星龍珠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蔡馬頻道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見 記得把手機任量收細 多謝合作 晚安 拜拜 你好 Jong... 你 加入 可以캐斯 Positive